她斷了,我祝你,我會解決 如果特朗普回到白宮 歡迎收看2024美國大選特輯 超過2億4千萬名美國選民 將在美國時間11月5日星期二投票 選出下一任美國總統 同時也會投票選出國會議員 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 牽動全球政治、經濟和貿易 誰贏了就會由明年1月開始入主白宮4年 整個選舉都出現過不少戲劇性的事 現任總統、民主黨的拜登7月在壓力下退選 由相對低調的副總統 賀錦麗、Kamala Harris上場 而捲土重來的共和黨前總統特朗普 Donald Trump 在7月出席競選活動時 因為槍擊而受輕傷 除了兩黨外 還有一些人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競族總統 包括已故前總統約翰·金乃迪 JFK的家族成員小金乃迪 不過他已在8月退選轉為支持特朗普 這次的選情相當激烈 我們今天就找了新在紐約市的特約記者 Tom 和我們說一下選舉前這段時間 在紐約市的選舉情況 The choice 2024 Harris vs Trump 當行民意調查都指 今次美國大選選情激烈 是誤差幅度之戰 即使紐約州傳統上 是民主黨的狼中脈 兩黨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和賀錦麗的團隊 在紐約市的拉票活動都不敢鬆懈 8日之前 在紐約市棄家的特朗普 在默迪遜廣場花園 舉行了一場大型集會 場館可以容納接近2萬人 我在活動之前登記參加 收到短訊確認之後 接著每天都會收到3至4個 呼籲捐款的短訊 還有條連結給我進去 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次偉大的Maga 簽名海報或帽 當日由地鐵走去場館方向 明顯見到警力加強 除了紐約市警察 還有州警察和軍人在場戒備 街上也見到有小型的 退伍軍人反特朗普遊行 秩序良好 警察在會場隔一條街 戒起鐵馬指示入場人士 有小犯就擺了特朗普的人形紙板 出來買紀念品 我一路走去舉美 見到氣氛開始高漲 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 都戴著鮮紅色的Maga帽 披著美國國旗 參加的人實在太多 逼不到入場 就只可以靠外面的大電視 看場內接近30位名人的發言 每當有港者提到一些保守派的關鍵詞 例如家庭為先、合法移民 或諷刺賀錦麗的種族 以及紐約人有望為特朗普 攻破民主黨票倉的這些說話 在場人士都會拍手或歡呼 億萬富翁Elon Musk 6月創立了America Pact 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亦是特朗普陣營裏 最大的個人捐款人之一 集會當日就由他介紹前 第一夫人Melania Trump出場 從天亮到天亮 終於等到特朗普說話 外面的支持者已經站了6小時 他的演說都是圍繞移民、經濟、LGBTQ家 罪案及槍械等等 主能媒體對集會有相當一面倒的形容 包括種族主義、低族及殘忍 其中80後喜劇演員Tony Hinchcliffe 將美國位於加勒比海的屬島 波多黎各形容做垃圾島 以及對拉美裔和非裔的侮辱言論 成為多間國際媒體的焦點 相比之下 賀錦麗在紐約市的拉票活動比較分散和低調 在投票日前兩個星期 紐約市就大概有20個實體和網上的 Fone Bank電話銀行活動 電話銀行由不同的志願團體各自發起 包括紐約大學民主黨人 NYU Democrats 由白魯匯業界組成的Broadway for Harris 以及LGBTQ家的社區組織 培訓義工用電話和手提電腦拉票 除了呼籲選民投何錦麗一票之外 亦都會提醒選民揭去選票背面 投票支持紐約州憲法修正案 排除未來立法禁止墮胎的可能性 民主黨亦集中火力作最後衝刺 大量動員紐約市支持者搶搖擺州份的票 包括鄰近的賓夕凡尼亞州 大選前的星期六 民主黨在市內至少5個地區 安排大巴接載義工 坐三個小時車去費城及外州的選區 逐家逐戶拉票 除了在網上和路上提供培訓 義工領袖在出發前為志願者打氣的時候 亦貫徹何錦麗團隊對選舉工程的態度 因為你會感覺到你會在選舉行為選舉 無論如何發生 你會發現我們都會做到所有的事情 Harris campaign 都會做到所有的事情 在這個地區 在接下來的幾天的消息 任何事情可以發生 你全都能擁有這些 回來紐約 選舉氣氛實在未達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層面 除了曼哈頓遊客區時代廣場附近的店 有賣印了兩個總統候選人養的紀念品之外 我在布魯克林的住宅區 走了半小時 只是見到幾間屋有掛支持兩位候選人的海報同期出來 支持萬聖節的佈置比選舉材料多很多 謝謝在紐約市駕湯 稍後再跟他談多一點 雖然民主黨7月才變陣派賀錦麗出來選總統 但是美國多過選前的民意調查都顯示 賀錦麗和特朗普的支持度叮噹碼頭 現在就讓我們回顧一下賀錦麗相對曲折的參選之路 賀錦麗本來只是相對低調等待競逐連任的美國副總統 因為原定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驗任美國總統拜登 在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第一場電視辯論的表現不及預期 令拜登在壓力中退選 造就賀錦麗代表民主黨出選的機會 60歲的賀錦麗擁有非裔和印度裔血統 在成為第一位少數族裔和第一位女副總統之前 她已經創造多項美國歷史 1989年取得法律博士之後 長期在加州從事法律相關公職 賀錦麗這個名字就是由加州三藩市的華人團體幫她改的 那些 2010年她當選成為第一位少數族裔和第一位加州女檢察總長 任內致力維護婦女、少數族裔和小眾權益 2016年更上一層樓当选参议员 成为美国参议院第一位有印度血统的参议员 2020年,何锦丽曾经竞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但在较早阶段已经出局 当年取得提名资格的拜登 就选了何锦丽成为副手 并成功当选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副总统 不过她任来鼻子只是懂得塑造形象 犯了不少低级错误 我承认你选择为美国首席总统 今年7月下旬,何锦丽先致临毅授命 代表民主党参选总统 意味她的竞选工程比共和党对手特朗普少了一年有多 不过在9月唯一一次与特朗普电视辩论中的表现 令她在民调中领先特朗普大约4个百分点 不过之后她被指拿不出具体的经济政策方向 令两人的距离收窄至不分上下 外界估计她会延续拜登的政策路线 一旦何锦丽当选她又会创造另一项美国历史 第一位女总统 至于何锦丽的副手是同样60岁的 名尼苏达州州长与尔茨 她做过军官、球队教练 当选过众议员之外 也是一位中国通 曾经在中国佛山教过书 当时的师生帮她改了田华这个中文名 连到某月都要选中国 而她的对华闹场 《纽约时报》中文版曾经有一篇 《沃已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还是对华鹰派的评论 实情是怎样 可能都要等她真正当选才有答案 今年已经78岁的特朗普 在8年前曾经入主白宫 到2020年竞逐连任输给拜登 这次是她连续第三届参选总统 我们就看看 现在官司前身的特朗普 这次参选的历程 这句出自她有份主演真人秀 《飞煌騰达》的名句 是不少人对特朗普的第一个印象 而她本身的经历 亦是飞煌騰达的写照 她父亲已投资纽约房地产起家 家族生意之后涉足酒店 补偿和娱乐事业 根据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朋友说 特朗普讲上有名 作为未担任任何军职或公职的前总统 特朗普的从政之路2000年就开始 曾经在民主共和两大党以外的改革党 欠过总统候选人提名 但很快就退选 2016年 特朗普卷土重来 就已经以70岁之灵 击败民主党的希拉里 成为史上最富有的美国总统 有关特朗普的争议 由她2016年参选总统已经开始 她右翼贸易保护和民族主义形象鲜明 吸引一批忠实支持者 有评论称之为特朗普主义 担任总统期间 签署移民禁令 和中国爆发贸易战 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令美国工人失业等 在任时 亦曾被指向俄罗斯提供美国政府机密资料 以及曾经向乌克兰政府施压 要求交出拜登的儿子 在当地的行踪 作为选举时攻击对手之用 这件事令到她成为历来第四位 被中议院弹劾的总统 我从未想到这些事情 可以在美国的行踪 一旦破坏的系统 告诉你你错了 更加确定你应该是 你必须继续押劾 2020年尋求连任失败 特朗普归咎选举不公 并自行成立前总统办公室 和建立自己的网上平台 延续影响力 早在2022年11月 特朗普就宣布第三次各族总统 但今次她的参选资格 受到不少法律挑战 到今年共和党大会上 才确立她代表共和党参选 不过特朗普仍然被多宗官司前身 罪轰动要数众议院调查 2021年初 国会山莊被暴徒闯入事件 只与特朗普试图推翻选结果有关 众议院最终第二次弹劾她 另外是特朗普2016年参选总统期间 向曾经与她有关系的女星支付暗口费 相关开支 驱假申报成法律费用 34项裔造商业记录罪名成立 法官仍要求押后到大选后才判赢 一旦当选特朗普有可能要在肉中上瘾 相比之下她7月出席竞选活动时 被枪击轻伤 受关注的程度都不及她的官司 特朗普今次副手是只有40岁 岸和澳洲参议员曼斯 她以自己不幸的童年写成回忆录 绝望者之歌成为唱消书 曼斯早在2016年曾经批评特朗普的政策荒谬 后来改变立场并为自己过去的言论道歉 之后全力支持特朗普 被外界批评为机会主义者 今次美国大选的选情相当紧张 无论哪个当选都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局势 我们今天请到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许田波和我们谈谈 欢迎你许田教授 多谢你们 特朗普和贺锦丽在外交战略上似乎有不少出入 特朗普就说要美国优先 贺锦丽就主张深化和国际盟友的合作 而他们两个只得其中一个可以当选 从国际政治架局来看 许教授你看到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其实就像你刚才的问题这样说 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自己以美国全做了 或者是和盟友一起 其实美国优先也都等于 我们其实不管其他地方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譬如是乌克兰战争 如果在美国优先 我们会看到其实有很多的共和党议员 或者是支持者 其实是完全不支持去乌克兰提供任何的资助 也都觉得已经提供了太多资助 应该是随时要斩栏 所以如果我们看回乌克兰战争 是在另一个的总统 如果是在特朗普在任的时候出现的话 可能是整个世界局面会完全不同 另外也可以提回譬如是台湾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 现在在乌克兰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在看下一个就是台湾 如果台海发生了战争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说法就是 我们就是为了要省钱 就不要去浪费钱在乌克兰 留回来帮助台湾 但是特朗普其实都说了很多次 几次都问 哦 台湾啊 台湾你们偷了我们做chips的工作 所以你们应该要给一些钱 其实台湾已经 他们的军事支出已经去到2.5% 其实就跟NATO 欧洲的盟友其实是差不多相比 因为其实在美国 其实美国大致上是3.5% 但是其实那些 因为特朗普经常都会跟其他盟友说 你们要给钱 其实他们都已经在给2.5%左右 所以如果是 真的是台湾台海有战争的时候 而你说你们要给钱 而那些盟友 因为其实在特朗普在任的时候 那些盟友其实都觉得是很不高兴的 因为总之是 有时候我只是挂自己 我不管你们 如果你们经济有什么问题的话 不关我们的事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要联系跟盟友联系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那么特朗普就说了 习近平很尊重他 也都知道他是瘋的 他用的字是crazy 他还清清会向来自中国的商品 就说会加征六成的关税 而一旦真是如果大陆攻打台湾的时候 他就说会加收150-200的额外关税 我就会觉得没什么可能他真的会加征60% 因为所有的经济学家 每一个完全是没有人有任何的意义的 就是当你加加关税的时候 其实最后都是消费者的负担 消费者现在为什么他们会支持特朗普 就是觉得现在那个物价升得太厉害 你加60% 基本上是那个物价会更加厉害 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是 即使他进入奥白工 也都没可能真的可以做得到 因为那个阻力会太大 同时间还有就是 其实另一样很重要就是 特朗普之前执政的时候 他是对一些钢铁或者很多的产品 是通一息加20%的关税 比如洗衣机、钢铁 于是令到无论是中国或者是韩国 或者是日本或者是欧洲 于是令到那些盟友觉得 为什么你又是这样令到我们的经济是搞不定的 所以一方面如果你是要对付中国的话 一定是只是对中国 而不可以同时间你盟友 特朗普也在说盟友全世界都是20%的 如果是维持以前上一次的政策就是 我只是照顾自己而不顾其他人的时候 这就会是令到之前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对全球那个国际盟友的关系很大受伤害 同时特朗普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样加关税的时候 就可以将那些制造工业带回来美国 其实带不到 举例Foxcon在Wisconsin本来就说是 会搞一间很大的工厂 来制造一些iPhone、Samsung 但是其实完全是做不到的基本上 所以唯一就是我们美国的经济 一定要依赖在亚洲、台湾、韩国 和日本他们其他不同的亚洲地区 来帮回美国 在香港人权状况的关注上面 你看到两位候选人又有没有明显的差异? 二位人权其实我觉得对香港人 一定要是明白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美国的政客是会关注香港? 那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回全球 香港人当然是很紧张 香港发生什么事 当然了我们在那里都是 但是如果你坐在白宫或者坐在伦敦的时候 其实就是全球这么多问题 有乌克兰、有加萨、有黎巴嫩、还有中东、还有阿富汗 其他州还有苏丹 不同全球不同的问题 那当你要看全球的问题的时候 香港的话其实到最后我们真的要说回 是对中国的人权状况 还有不要忘记在2019年的时候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那当时特朗普经常说习近平是一个朋友 那在2019年8月的时候被问到香港现在发生的示威 你怎么看呢?那当时他就说 特朗普就说我的好朋友习近平是会意识到如何对付香港的暴动者 他当时用The riots in Hong Kong 那当时是2019年的时候 我们都是不停地唱 也是通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那当时House是民主党进入主控 那所以在9月的时候就已经是即时很快通过 就是在参议院的时候一直都卡住 而参议院就是共和党 而当时都是据问就是共和党 Mitch McConnell 他跟白宫提示他就不要搞 我不想搞这个东西 到最后因为是理大 因为中大和理大 所以就真的通过了的时候 那法案是去到特朗普的桌面的时候 特朗普是很公开地说 我其实是不太想签这个答案 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怎样做人权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要看 现在美国人怎样看中国的人权状况 整个角度 另一方面都看回到底是 其实现在对他们这两个候选人 是曾经对香港或中国的人权状况 做过什么说过什么 非常多谢许教授的分析 究竟谁会当选美国总统 就要看选民怎样投票 不过有时得票最多的候选人 又不一定会是最后的胜出者 这个情况是因为美国总统选举 有选举人团的制度 与其说选美国总统是一场全国的竞选 不如就说是在50个州份的选战 选民在他自己所属的州投票 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就赢家通吃 可以得到那个州里面全部的选举人票 每个州大致上会根据人口比例 有它的选举人票数 美国全国总共有538张选举人票 无论是贺锦丽还是特朗普 都要得到大多数 即是270张或以上的选举人票 才可以当选总统 历史上大部分的州份 都是压倒性支持其中一个党 于是竞选的焦点 通常就会落在少数 比较小军力敌的州份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战长州或摇摆州份 我们在纽约市的特约记者 Tom就和几个有得投票的香港人谈过 听下他们的投票意向 我们和三个在美国有权投票的香港人谈过 来了美国20年的Erica 是纽约市选民从事医疗保险 连续两届支持特朗普 四年前也有提过 令到我去行动去投票最大的原因 都是因为受到香港的影响 因为香港是没有办法可以选择自己的领袖 没有办法可以选择一个 可以管理自己的地方的一个人 而美国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走出来去选择 选择谁 选择自己的权利 选择自己的人权 选择谁去管理这个地方 四年前的而且确 很大的原因是一定要投特朗普 是因为不想看到香港这样受伤害 因为特朗普真的可以在这里 制住中共对香港造成一个更大的伤害 所以我都很大的 所以那时候都会令到很大的原因 我一定要投他 但是今次呢 除了是站在美国 即是站在美国的角度 要投他之外 欠上场对香港 都会有一个 你说他会制裁香港 我会觉得可以说 叫做一个保护香港的一个行为 其实主要呢 其实是对于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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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减少了很多 我觉得他对于中产阶级的税 他做得非常之好 他对中产阶级的人都比较公平 他不会把我们 辛辛苦苦做事赚回来的钱 去养一些寄生虫 但是他克制中共的方法 我觉得他不需要出战 不需要打仗 他也可以克制他们 他会加他们的进口的税 香港目前来说 是很难有任何改变的了 因为中共太多奴隶 在香港那里 所以他上任的话 他不会对香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但是至少也可以克制中共 对香港做更加大的伤害 这是我觉得他最重要的 他的性格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 他也都比较清楚自己想怎样 他是说得出有做得到 至少我觉得他不需要 去对人去讲解自己的政策的时候 是有剧本 或者有人提水 但是Harris 我看了他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 他有这四年的时间 去做他副总统 应该要做的事 但是他连好基本的问题 他都答不了 例如关于Border 关于移民 非法经济 他辩论的时候 我会怎样 我会怎样 你说得这么厉害 那为什么这四年你不做呢 是不是 共和党 多数是为美国人去着想的 是真的保护这个地方 保障人民的权利 那民主党的政策呢 我觉得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觉得他们是拱固自己的权力 多过为人民着想 他们是剥夺了好像我们的 就是freedom of speech 或者我们可以自由选择 接不接受的一件事 例如跨性别人士 同性戀 那些我不是不接受的 只不过是他们把这方面的扭曲 例如他们说你去厕所 你是女次 不管你是男还是女 你说你自己是女的话 你入女次都可以 这件事是对 我觉得是很不安全 我不希望我的小朋友 将来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在纽约市 是不会改变到 如何变成一个 红州的了 但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公民 你自己想要生活是怎么样 你自己一定要出一分力 你自己起码都要表态先 从事科技行业的Henry 是新泽西选民 在美国住了超过20年 今次是他第三次投票 三次都不投给特朗普 我2016年开始投总统选举 2016年我就投Henry 2020年我就投拜登 因为我们有early voting 美国未到投票日 但有early voting 我已经投了Henry 那我就奉行我的原理 Anyone but Trump 不要说川普在任的时候 那些政策怎样差 怎样COVID 那个miss handling 怎麽麽嚴重 美国是多差 不要说这些 但是基于这个原则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就算拜登没有退选 继续的话 我都是不会投特朗普 就是没有可能总统会认识所有东西的 就是都是一个figure head 所以我不会特别去有一个个人情感 我就是看这个人的管理 那个style是怎样的 他会不会接纳到别人的意见 那很明显特朗普就不是 就是没有可能投给他 他个人其实我觉得很 很美国正常的政治家那种 就是大大方方 他自己的背景又是批评 起家 做Antoni General 加州 跟着做Senator 那比我说的 我觉得他有点像 就是没有奥巴马那麽能言善变 但是其实这次奥巴马都是有law background 又是malority 就是color 就是malority 那我不觉得他人 我觉得他人很 我就比较看重 其实Joe Biden都不是 Joe Biden其实说真的 都是同一圆圆 我都觉得 你都是看那个班底的 我觉得民主党的班底不错 那那个人又正正常上一个政治 一个政客那样 那就ok咯 我是这样看咯 尤其是有个这么大的contract 在the other side Donald Trump那样 那其实理论上 我经济上就是亲自右派 就是自由派 但是我social issue 我就不再吃一点 但是现在就是fit into 其实民主党在经济上面 都是很中间的 就是政治上 第三条路线 如果英国就叫做the third way 美国就叫做New Democrat 由Bill Clinton开始 其实经济上就已经是中间偏右了 其实民主党的路线已经是 所以 那在social issue上 又符合我 我的背景 我是比较progressive 那我为什么不去投民主多呢 我都来了二十多年 我才真真正正 理解到美国是一个什么制度 不是不是不是 那总统不是 不是独裁的 不是总统说什么就什么的 美国是有check and balance 有separation of power 民主有几个原因 有几个原因 民主是和平交接的 要输了 如果是公平的选举的话 输了要认数的 你要和平去交接 如果有一方 好像Donald Trump上次这样 要说 这样这个人就是一个反民主的人 所以一定不可以再给他这个权力 所以为什么anyone but Trump 这个香港人 就是不要说香港人 全世界的民主自由 緬甸人 都是要靠你自己的 真的要靠你自己 其实最多最多 最多最多好像 我们国会过了 DED 就是让香港人有个break 就是 吊脚 让你休息一下 就是外国不要 就是不要 真的不要想 美军到来我大陆 十年前从香港移民美国的Terry 今次是第一次有权选总统 投票前夕 他都未肯定会投避谁 根据我现在目前的状况 我大概一直会考虑到 星期二投票的时候 才会作出决定 如果是川普和拜登的话 我是会投川普 我是不会投拜登 特别就是总统辩论 可以看到拜登完全是不行了 他最后也退选 为什么我是一个556的情况下 就是因为 Harris在辩论上 他的表现是出乎 也不会说出乎 他比想象中是好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 有一个5050的情况 其实我左右两亿的新闻 我都会听 也都会看 所以就 所以就是慢慢地听 慢慢地看 即便会知道很多 就是为了做这个决定 其实我现在已经做了一个 一个测试 就是 讲述 无论是川普或者Harris 都好 他们的政策 那我都认识 那我究竟 知不支持他们的 这个 他们所说的政策 就是对非法移民这个 非常敏感的一个提案 我觉得是 就是有不同的人 是有很多不同的争议 其实之前是一个 bipartisan 就是两党一起同意的 这个border的政策 就是希望 减少这个移民来到美国 大方向其实是共和 和民主两党呢 都是类似 所以我是暂时 就是这一方面 是没有任何的偏向 民主党是增加这个公司的税务 那另外一个是 川普就是希望通过增加关税 去增加这个税务 我还在研究着 就是这个 因为经济这个 是比较复杂的 他们大体上面 其实都是同意着 在减税 就是减部分人的税 包括是reduce这个tips的税 或者是social credit social security 应该是Harris抄了川普 所以就是看到他们两边都在 会有更新 两党他们目前的对华政策 基本上是 都是对华比较强硬的 无论是投哪个都好 只不过是他们对华的政策是有不同的 所以就是 所以今年是反而 就是对华政策 不是说 我是这么考虑的 就像特朗普 他说支持这个 voter registration voter identity 就是 有一个proof才可以投票 其实这个我是支持的 因为好像我这个州的 这个投票是 你甚至不需要你的驾驶 你就可以投票 我到目前来说 仍然是会收到我以前 就是前屋主 就是说我憑着那张 是technically可以 就已经可以 可以 那这个是民主党 没有办法处理到的 第一次蒙巴士好像是 民主党它是比较倾向的 就是会希望支持 更多人去买楼 去就是有一个 support 或者就是说 就是对 人工正常 就是人工没那么高的人 会有更高的 就是有更多的tax credit 全国的这个minimum wage 增加这个ok 增加这个三百万 一个affordable housing 这个我也是支持 但是说具体如何去到实施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如果关税实行 那当然就是 立刻就会有一个reaction 就是说所有 如果是好像特朗普那样说 他加所有关税 就会加10% 那就是technically 就是所有 就是我们大部分 美国大部分的东西都不是 美国产 很多都是外国产 那很多东西就会 立刻就会跪了10% 那这个是一个即时 即是有些东西是会即时会出现的 那因为我住在一个 不是摇摆州的州份 那所以就导致 其实我投哪个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因为新特西很多地方都是 就是过去20年30年都是投民主党 那其实是一党 就是所谓一党专程 当然是希望 我是希望有不同的政党可以出来 可以发声 那起码是代表他们是会认真处理选民的意见 用自己的选票去希望社区有些改变 那到最后一刻都一定要投影 所以就 是的 不要浪费这个票 多谢我们在美国的记者 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消息 今集2024美国大选特辑就到这里 是贺锦丽 还是特朗普会当选 美国第47任总统 很快会有分晓 好 对 杨士 是的 我这边也 zak拿梵 这边是什么 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